素有臺版變形金剛之稱的 油壓式舞臺車 首次前進日本 成為橫濱三年展的主秀 這種臺式舞臺車 其實在臺灣到處可見 除了一般的廟會活動 婚喪喜慶 露天演唱會 社會運動 甚至是路跑活動 都可以看到舞臺車的身影 日本就特別訂購了一臺舞臺車 並且在橫濱藝術季中展出 長期拍攝舞臺車的 攝影師沈昭良 就說 臺灣原汁原味的 本土文化登上國際藝術舞臺 格外有意義 兩層樓高的油壓式舞臺車 梳立在廟口旁 周圍還有許多小吃攤 就像是早期臺灣看戲的場景 現在這座舞臺車要前進日本 在橫濱三年展中進行實體展出 其實油壓式的舞臺 跟臺灣的處女文化 其實有很深刻的關係 也隨著時代的改變 所衍生的這種 在表演內容上的這種多元 跟豐富這樣 相對現在它在民間車輪裡面 被應用的情況 其實相當普遍而且穩定 從婚喪洗淨到現在的街頭運動 到處都可以看見舞臺車的身影 反映臺灣人多元的想法 以及迅速的整合能力 攝影師沈昭良還特地推出 Stage系列作品 拍下舞臺車在臺灣各地的身影 探討跟我們社會的關係 我如果能夠相對地提出多量的 而且多元的 那我應該可以提出一定的 具有說服力的主張說 這個跟臺灣的民間車輪有一定的關聯 這次前進日本的舞臺車 耗時四個月打造而成 擁有22年製作舞臺車經驗的張奇全說 這次是首次收到國外的訂單 採用雙油壓式系統 舞臺車展開的過程也是一種演出 因為舞臺車來自於臺灣的內部的一個 我們剛剛講的原汁原味的 臺灣的本土文化這樣 那這樣的精緻本土 跟國際當代的直接連結 那我覺得在這個角度上呢 它的意義就非常特別 而且珍貴的 舞臺車天經日本 讓大家用不一樣的角度 看見臺灣文化